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本周最后一天的市场 2.4万亿期权到期撞上了纳指特殊条权 由于美股大量期权于今日到期 且从下周一开始 纳斯达克100指数将进行特殊再平衡 为美股上涨之路增添了障碍 纳斯达克100指数正向旨在降低 科技股主导地位的特别指数再平衡 可能会让被动投资者利用最后一个窗口 在周一调整生效之前 将其投资组合调整到与基准相符的水平 根据摩根大通的估计 此次改革将提高小型股的比重 双向交易规模可能高达600亿美元 不少人开始为大行情做好准备 另外 目前交易商正焦急地等待企业财报 和下周美联储政策会议 以寻找市场前景的线索 近年以来 美国股市顶住了所有悲观警告的冲击 进入牛市行情 迫使交易员纷纷摆入 看涨期权以迎头赶上 随着股市陷入下期的瓶颈 7月将成为两年来交易第二慢的月份 但纳指特殊调整 预计将次级交易量和价格波动 这将为需要调整大量持股的基金经理 提供了流动性机会 投资者的短期乐观情绪 已经高于2021年12月以来的水平 即2022年美股熊市开始之前 美银数据显示 随着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消退 美国投资者6月份向股市投入的资金 比2022年3月以来的任何一个月都要多 截至6月底 流入股市的资金增至450亿美元 而在过去的5个交易日 向股市注入了预72亿美元的资金 与此同时 炒股禁令议案又来了 美参议院提议严谨议员 总统 最高法院法官及政府人员持个股 对违反规定者施加严厉的处罚 对违规的政府行政部门人员 没收他们交易股票获得的一切利润 并且处于1万美元或更高的罚款 对违规的国会议员 罚款的金额至少相当于其投资组合的10% 目前只要没有根据在国会工作 得到的非公开信息做投资 国会议员及其助理就可以持有并交易个股 虽然公众几乎一致支持禁令 绝大多数民众认为议员及其配偶 在股市中拥有不公平的优势 但股票交易禁令的前景 在国会内部存有诊意 事实上 美国国会近几年一直在传 要出台禁止炒股相关议案的消息 不过还没有什么真正落地的动静 对于到目前为止的财报季 我们来总结和展望一些银行股 美国最大的六家银行 包括富国 摩根达通 花旗 美银 摩根斯丹利 高盛都公布了二季度业绩 总体来看 美国大行的业绩喜大于优 历经动荡不安的一季度和持续的压力测试之后 整体业绩仍然超预期 目前来看 在高利率的环境下 倘转的近期收入已经让几家大行 手前手到了手软 强劲的美国消费者支出 也是多家大行财报中的关键词 这些业务的增长缓解了利率上升 交易兵封给银行投行业务所带来的逆风 此外 银行业危机导致的中小银行存款流逝的问题 似乎也并未给大行带来困扰 甚至反而带来的新客户资产的流入 除去飙升的坏涨波贝 作为经济风向标的大行财报 似乎到目前为止还未显现出关于衰退的影子 那么银行业危机已经过去了吗 其实并没有 总的来说 尽管美国银行业整体表现出一定的复苏势头 但仍面临着挑战 对于超大银行来说 受益于高利息吸引了部分储货的转移 但除收入外 投行和其他服务业务表现不佳 大家知道 全球交易放缓始于2021年繁荣之后的去年 数据显示 2023年全球投资银行第二季度的收入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超过50% 不过这种情况似乎在触底反弹中 消息面上 本周全球史上最大并购基金诞生 总部位于卢森堡的私募国家公司CVC资本 发布审明称 其已经为史上最大的并购基金 筹集了260亿欧元 显示美联储加息临近尾声之际 冰封已久的全球投融资活动开始出现了回暖的征兆 2023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由于美联储的激进加息政策 交易的融资成本大大提升 传统的杠杆收购模式难以在高利率环境下进行 许多投资者缩减了对这一资产类别的配置 目前 湖尔街的应对方法则是削减奖金和裁员 今年前六个月 湖尔街已经累计裁员约2.1万人 在这次财报中 可以看到花旗集团在裁减5000名员工后 已拨出4.5亿美元的遣散费 而摩根斯丹利则披露 因二季度裁员约1800人 而损失了3.08亿美元 美国银行也已经减少了大约5000名员工 高盛已裁员约3500人 削减6亿美元的工资目标 随着员工人数的减少 员工遣散费 推高了美国六大银行的费用支出 六家银行人员和薪酬相关的费用高达千亿美元 而好处将在今后的财报中得到体现 反观中小型银行 在本季度面临了重大的考验 部分社区银行的业绩仍受到压力 中小银行预计 在下个季度仍将面临持续成家的情况 因此投资仍需谨慎 另外衰退的风险仍然存在 紧缩货币政策仍需等待一段时间 才能显现其威力 下面我们来看财报 奈飞在发布财报前我们做过预测 由于该公司的增长率 在最近几个季度明显下降 未来可能需要一个更低的倍数 才更加合理 从技术角度来看 奈飞已经出现了丰厚的回报 也已经超买 是时候进行一些平移或者是回调了 财报发布 奈飞二季度营收和业绩指引选于预期 用户增长大超预期 三季度业绩指引不及预期 从经典的财报解读角度来看 整体业绩情况属于收入端和利润端都不及预期的类型 遭遇戴维斯双杀 股价打跌合理 我们来看一下主要原因 首先没有提价是主因 第二季度由于奈飞在全球大量国家和地区推广账户共享限制 为了减少用户的短期阻力 奈飞在第二季度没有继续提高会员费 第二个原因是 短期广告表现难填缺口 广告套餐推出以后 广告收入目前并不可观 无法对整体收入做出重大贡献 因此无法弥补上述缺口 第三 财务数据并不完全进入人意 现金流水平下降 从一季度末的21.17亿美元下降至13.39亿美元 虽然公司将今年全年自由现金流预测 从之前的至少35亿美元上调至50亿美元 但原因是 好莱坞编剧和演员罢工 导致制作停止并削减的支出 短期来看 罢工预计将帮助 包括奈飞在内的娱乐公司降低成本 因为生产陷入停滞 不过目前许多媒体高官表示 他们可以依靠进口国际节目 真人秀和其他内容 来保持影片库存的充足 而且由于奈飞的国际影响力 它比其他娱乐公司更能免受罢工的影响 其许多非英语节目 例如一些来自韩国的泰国的综艺节目和电影 能够缓解罢工带来的影响 最后就是关于第三季度的业绩指引低于预期 奈飞预计收入将同比大幅增长7.5% 达到85.2亿美元 然而由于汇率的波动和一些地区的订阅费的降低 注意指导人低于市场预期的86.7亿美元 再来看好的方面 第一 二季度奈飞在整体费用方面相对克制 尤其是研发 行政和管理费用同比下降 指出明显低于市场预期 第二个是二季度的用户大增 意味着奈飞打击共享和推出新的广告支持订阅服务的双重策略正在取得成像 今年5月起 奈飞将打击密码共享的行动 推广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地区覆盖其收入来源了8成以上 这一起措是其在2022年业绩低迷之后的加速增长计划的关键部分 第三 除了推动付费分享密码之外 奈飞还试图通过广告业务进一步增加收入 该公司去年年底进军广告业务 奈飞的广告支持订阅计划用户数量增加了一倍 尽管该用户群体 人只占其订户群的一小部分 就在财报发布前的几个小时 周三早些时候 奈飞宣布了取消价格最低的每月9.99美元的无广告订阅计划 促使消费者转向价格较低 但有广告支持的订阅计划或价格更高的无广告订阅计划 奈飞现在提供每月6.99美元的广告支持订阅计划 15.49美元的无广告订阅计划 和19.99美元的高级无广告订阅计划 19.99美元的订阅计划提供最高质量的流媒体内容 如果用户兴望与不住在一起的人分享密码 则需额外支付每月7.99美元 最多可供两人使用 股价来看 从目前公布的业绩上看 业绩的增速跟不上市场估值的增长 基于其估值 那么在短期内 二级市场将对奈飞降低预期 也就是说短期奈飞的股价大概率会成压 大家可以观察400美金这个重要的心理博异区 长期来看 奈飞对股东的回报 在美股能排头部10%以内 接下来 最大的催化剂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随着虚拟现实的再度兴起 奈飞或许能够证明该公司拥有杀手机应用之一 帮助昂贵的VR头显物有所知 另外一个是AI 有分析师称 奈飞可能会杀入人工智能领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众所周知 目前美股处于技术牛重 技术牛能否转变为全面牛市 接下来业绩潮尤其重要 本次美股的走牛 主要力量都是不断创新高的科技股带来的 继连续多日上涨之后 一众今年涨势颇为凶猛的美国科技巨头 集体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与科技股大跌相对的是 道指将连涨状态创下了2017年以来的最长连涨纪录 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毫无疑问 美股的二级报周期才刚刚开始 像本周这样的波动 很可能在短期内再度出现 特别是今年美股的行情 都集中在个别科技圈中上 他们也将在未来两周密集公布财报 无论如何 仅仅由科技领域的几家公司来推动市场 并不是理想的情况 现在对第三第四季度的前景持观望态度 财报绝对是决定接下来走向的关键 最后祝大家投资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虚景盛 感谢您与我同行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